我看到纽约时报和一些境外社交媒体报道称 立陶宛当局在边境建立集中营事难民营 难民被强制关押在狭小的集装箱内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非白俄罗斯籍的难民庇护申请 恐怕都将会被拒绝 那根据曝光视频显示 难民们试图对其难民生活条件进行一个抗议 但遭到了核枪实弹的立陶宛军警的武力威胁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你提到的报道的确令人震惊愤慨 很难想象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在人类进入21世纪 20多年后的今天 难民也是人不是沙丁于罐头 难民不是罪犯 不应该被立陶宛强制关押在集装箱 更不应该受到立陶宛军警核枪实弹的威胁 有美媒报道称 在2639名非白俄罗斯级的庇护申请中 仅有10人获批 立陶宛移民部门负责人 曾半开玩笑地承认 立陶宛确实十分仇外 立陶宛当局批准给予庇护的难民中 多数为外国异见人士 立陶宛厳法院前任院长称 立陶宛当局大规模拘留难民 以及对其诉讼权的限制 涉险违反立陶宛宪法和欧洲人权公约 当前 立陶宛边境地区数千难民的 人道主义状况堪忧 但美国等于人权未是自居的国家 完全漠视立陶宛边境地区难民 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事实 各种原因再也清楚不过 这些难民大多来自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 他们背井离乡 正是拜这些天天把保护人权 挂在嘴边上的国家所赐 我们不禁要问 人权何在 人道何在 我们强烈呼吁立陶宛政府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难民的人权和各项基本权利 下一个问题 因此